出埃及记 第十一章 上主对摩西说 我要再次击打埃及地和法佬 之后法佬就会让你们离开这个国家 事实上他要极力摆脱你们 把你们全都赶走 你去叫所有意识猎人 不论男女都要去向他们的埃及邻居 杀取金器 银器 现在上主已经使埃及人善待以色列人 摩西在埃及地也被视为伟人 受到法佬的官员和埃及人的敬重 摩西向法佬宣布 上主这样说 今天午夜我要走遍埃及各地 每个埃及家庭的长子 上至座皇位的法佬的长子 下至推磨女博的长子 甚至是所有投胎的生畜 都要死去 无一例外 埃及全地将会有大埃号 这埃号将是空前绝后的 然而以色列人中间却将是一片灵静 连狗都不会废一声 这样你们就知道 是上主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区分开了 那时所有埃及的官员都会跑到我面前 苦服埃求说 请你离开吧 把跟随你的人全都带走吧 那时我才会走 说吧 摩西就怒气匆匆地离开法佬 上主早已告诉摩西 法佬不会听你的 那时我就要在埃及地行更多伟大的神迹 摩西和阿伦在法佬面前行了这些神迹 但上主使法佬深硬 他始终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国家